这张灰色的名单背后 曾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他们在牺牲之前 有的刚准备趁着休息回家探亲 有的即将迎接自己孩子的出事 还有的人连给的父母最后一句问候 都没能说出口 其中年龄最小的仅仅18岁 2019年3月30日 四川梁山的一场大火 让这30个家庭支离破碎 40多个人一起出征 历时三天终于将大火扑灭 可他们的队伍只剩下十几个人 再也不完整了 27位消防员 三位地方干部 在他们牺牲前 中队长张浩刚刚结婚不久 他的朋友圈封面图 还是他和妻子的合照 另一名消防员蒋飞飞 还在朋友圈调侃 这次任务太过紧急 自己的衣服都来不及洗 可一场大火 让这些原本幸福的家庭毁于一旦 张浩的妻子再也等不到丈夫回家 蒋飞飞的父母也从此听不到儿子 再叫一声爸爸妈妈 然而回过头来 再看这场火灾 不免有些蹊跷 2019年3月30日 牧里县在下午5点左右 还是雷雨天气 尽管只是持续了短短30秒左右 但依旧让附近的环境变得潮湿 但天上轰隆的雷声一刻没有停止 任谁也想不到 一场灾难伴随着雷声悄然而至 下午6点点点星火出现在海拔3800多米的山上 可此时并没有人发现 这里崇山峻岭 不管是信号还是交通状况都非常不好 不仅是消防官兵很难迅速赶往现场 就连周围的村民如果不仔细看 也无法发现这么高的山上会出现火事 直到晚上11点50分 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 这时山上隐隐约约的红光 也引来了周围村民的注意 发现异常的人立刻报告村长 并率先组织了一支19人的救火队伍 朝山顶赶去 同时将消息报告给上级部门 直到3月31日凌晨 亚磐江镇全镇的救援力量 全部在利尔村集合 消防队也和县林草局的局长 一起抵达这里 大队长张军向村民表示 我们的装备都是国内人工灭火领域的一流设备 队员也是经过严格训练的专业人员 请大家放心 我们一定会完成任务 保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此时村民们看着眼前一群长着娃娃脸的战士们 不由得心里一阵担心 可任谁也想不到 意外会来得这么突然 40多人出警 只剩十几个人归来 30个家庭因为一场大火而支离破碎 2019年3月31日 梁山牧里县附近的山上突发大火 数十位消防员以及当地干部和村民 组成的救援队伍 一同前往火灾发生地 然而事发突然 加上地理位置偏僻 众人整整徒步了8个小时 才抵达火场上方的位置 开始等待下一步指示 为了能够探查火灾情况 消防队专门带来一台无人机设备 但由于这里海拔高 温差大 无人机的镜头很快就开始起雾 任何情况都看不清楚 面对这种情况 救援队伍无奈之下 只能选择分为三个小组 分头从外围开始对起火点进行合围 第一组前往的地点 火势并不算太大 很快就被扑灭 第二组负责处理火场侧方的烟点 第三组由林草局局长带领 配合另外两个小组的工作 三组人员极为迅速 很快就将附近火势控制 可谁曾想 刚刚松了一口气时 突然发现不远处的山崖上仍有两三个着火点 并且伴随着爆炸 一朵蘑菇云腾空而起 山下的村民也发现了这个情况 村书记鸡尾超顿感不妙 立刻通知山上的人员赶紧向下撤退 可由于当地风向不定 风力风向突变 导致山火爆燃 形成一个巨大的火球 整个山头都陷入了大火之中 而爆炸发生时三组救援人员已经有一组朝着火点进发 这一切都来得太过突然 据张军回忆 他当时听到爆炸后 整个脑子一片空白 第一反应就是带着队员迅速撤离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这里爆发出比之前更猛烈的火势 消防队伍顾不得火焰的灼烧 纷纷顺着山坡朝山下奔跑 此时四川省维也紧急派出救援队伍前往火灾现场进行支援 直到第二日晚上七点 山火逐渐熄灭 这场遍布整个山头的火灾终于结束了 可原先的救援队伍集结在一起后才发现 40多人的队伍仅剩下十几个人 有30人失联 此时情况紧急 县委书记亲自带着熟悉环境的人员上山搜救 尽管众人心里已经有了一个结论 可真正看到眼前的场景时 还是不由得心头一颤 40人的消防队伍 30人遇难 这是继天津港爆炸之后 又一次发生的令无数国人悲痛的火灾 2009年3月30日 四川梁山一处森林起火 直到救援工作结束才发现 40多人的队伍只剩下十几个人 在发生爆燃点的位置附近 搜救人员接二连三的发现那些消防队员的遗体 直到3月31日晚 30名失联人员的遗体全部被找到 当此消息被百姓得知后 悲痛的情绪瞬间席卷整个四川 甚至蔓延到全国 人们为英雄的逝去感到惋惜与悲叹 当日凌晨一点 上千名市民自发地走上街头为英雄送行 他们手持鲜花 高呼英雄一路走好 4月2日下午 四川省梁山州举行调宴会 对牺牲的英雄们表示沉痛哀悼 随后梁山州政府发布全面通知 通知4月4日为禁予日 以此来悼念那些英雄 27位牺牲的消防员被追记一等功 其中11人被追认为共产党员 另外3名地方干部也被评定为烈士 然而在英雄牺牲的背后 却是一个个家庭的悲哀 其中大部分都是90后 甚至还有两位00后消防员 98年出生的陈一波 是四川省消防大队 三中队一班的副班长 在牺牲之前 还在与哥哥的通话中表示 自己快有贪亲嫁了 到时候回家看看父母 可意外来得如此突然 当时的陈一波还美满21周岁 却在灭火的途中牺牲 另外两个00后的英雄 更是刚刚踏入消防员的行列 他们还有大好的青春年华 然而事已至此 我们只能恭送英雄 一路走好 事后当地有关部门 也对此次火灾进行了现场勘查 历时四天三夜的勘测 最终发现 是森林中的树木 遭遇了雷击起火 此为天灾 并非人祸 这些救火英雄 用自己的生命 诠释了什么是无畏 他们是最美的逆行者 他们无怨无悔执行着自己的使命 哪怕前方是熊熊烈火 他们也会选择勇敢面对 让我们致敬英雄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什么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